在璀璨的星光下,杨子以她独特的魅力与演技,成为当代银瓶上的一股清流。 近日,她凭借新剧《陈欢记》再次吸引了无数眼球, 剧中她饰演的角色仿佛成为了现代女性的缩影, 让人在欢笑与泪水中感受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 那么,这位年轻演员究竟有何魅力? 能够凭借仆女人设爆红银瓶? 让我们一同走进她的故事,探寻她背后的精彩世界。 在娱乐圈这片繁星点点的天空中,杨子如同一颗璀璨的星星,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才华照亮了整个影视圈。 她以一步步优秀的作品一次次精彩的演绎,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 而最近,她更是凭借新剧《陈欢记》成为了舆论的焦点, 让人们对她的演技和表现力再次刮目相看。 《陈欢记》这部剧集汇聚了众多实力派演员, 而杨子在其中饰演的女主角更是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 她所饰演的角色《陈欢》, 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挣扎的现代女性。 她的成长之路充满了曲折与坎坷。 然而,正是这样的角色设定, 让杨子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, 也让观众看到了她演技的蜕变与升华。 在剧中, 《陈欢》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故事的核心, 她们之间的纠葛与和解, 仿佛成为了现代母女关系的缩影。 杨子通过细腻的演技, 将麦成欢内心的挣扎与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, 让观众未知动容。 同时, 她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女性形象, 让人们看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与坚强。 除了角色本身的魅力外, 杨子的演技也是这部剧集的一大看点。 她通过精湛的演技, 将麦成欢的情感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, 让人们感受到了角色的喜怒哀乐。 无论是面对母亲的挑剔与指责, 还是面对爱情的甜蜜与苦涩, 杨子都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, 将其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。 成欢剧的播出, 不仅让杨子的演技得到了更多的认可, 也让她的仆女人设更加深入人心。 她所饰演的角色仿佛成为了现代女性的代表, 让人们看到了女性在面对家庭, 事业,爱情等方面的种种挑战时所展现出的坚韧与勇气, 这样的角色设定也让观众更加容易产生共鸣, 对杨子的演技和表现力给予了高度评价。 随着成欢剧的热播, 杨子的知名度也水涨船高, 她的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她的喜爱和支持, 而网友们也对她的角色和演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, 有人称赞她演技精湛,塑造角色深入人心, 也有人认为她成功地打破了传统女性角色的树部, 展现出了现代女性的独立与自信。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, 杨子始终保持着谦虚和低调的态度, 她深知自己作为一名演员的责任和使命, 也明白自己的成长之路还很长。 她表示将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现力,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。 最后,我想对读者们提出一个问题, 你们如何看待杨子在成欢剧中的表现? 你们认为她成功地塑造了麦成欢这个角色吗? 她的仆女人设是否让你产生了共鸣?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和感受, 让我们一起分享对这位优秀演员的喜爱和支持。